詞・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大家午安 壓力突然少很多 本來以為大概會有六成滿 今天主要是講開放資料 公民科技跟新聞 先自我介紹一下 社群都叫我HC 所以大家可以叫HC 我大概是從很早以前 2003年開始辦 Open Source相關的研討會 2003年P3P Python PHP Party 2004年到2005年辦了兩次跟 Perl相關的研討會 接下來就是辦了八年還是九年的OSDC 就是 Open Source Developers Conference 2014年同時辦了Judy Meet Summit 因為一年辦兩次太累就決定放棄了 所以從那年之後就再也沒有辦過研討會 然後我其實是一個工程師 對 雖然要講新聞 但先宣告一下就是 我其實是一個工程師 然後我從2006年開始就在Yahoo!台灣 一直待到2015年 2015年是因為八折那時候要成立 大家知道Bowser嗎? 大部分都點…沒有 只有三個點頭 那我們就假裝大家不知道好了 Bowser是一個非營利組織的新聞媒體 它是2015年成立 對 然後我在Bowser待一年之後 然後2016年就是進成立之後 他們就找我過去 然後我就在進一直到現在 然後先提一下就是 等一下演講可能比較為難的是口譯 就是有很多很奇怪的terms 他們可能比較難翻 好 所以今天要講的是 Open Data、CVTag跟News 所以從上一上看起來 就是大概我過去十幾年的人生 大概就是這些 然後我要濃縮在只剩下28分鐘之內講完 就是人生有點乏善可乘 對 好 那先講一下就是為什麼會進入到新聞這個產業 就是 大家還記得這個東西嗎? 你可能沒看過 就是 這是某一個台灣電視台 然後在2014年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太陽花吧? 就是那時候 然後 那時候 GMV 問一下大家知道GMV嗎? 知道 好 那時候GMV有進去立法院裡面 就是把整個網路架起來 然後 總之就是做了一些事情 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抗爭的部分 但是 就是 有些電視台 我們就不說是 擦天了啦 對 然後他們就會 就是報一些很奇怪的新聞 然後 因為我其實當時 就是 人就在那個community裡面 我從16年開始參與GMV 然後 就剛剛提到 14年其實就是辦 第一次的GMV Summit 然後就覺得 就是 台灣人的新聞為什麼都亂報 對 但總之那時候就是 一個因緣之下 那到了 15年 八字要成立 然後 就有朋友問我說 要不要過去幫忙 那時候在Yahoo做了 9年半 快10年 就覺得有點無聊 就是 就是技術除了這樣 還可以做 什麼更多的東西 對 然後 在大公司裡面 也不是站在做技術 就是大部分都在做廣告 然後跟Maintain 就覺得 人生好像有點乏味 所以我要再 接下來26分鐘 講完我的人生 好 然後 所以我那時候在 八折就是 其實 帶了一些新的觀念 進到 當時的媒體 那因為 剛剛提到 就是 八折它是一個非利組織 就是 它其實靠 群眾捐款 沒有 其實是童子權 兼款 對 成立的 就是靠捐款成立的 所以理論上 他們的 內容跟 資源 其實應該回饋給社會 所以我那時候 就跟兩個創辦人 就是 何同心跟張鐵志說 那我們應該把 接下來的文章內容 應該用CC授權出去 就是Created Commons 然後 因為我自己是 Opensource的信仰者 所以我覺得 我在八折寫的 扣應該都要給 Opensource 那 非常幸運的 因為他們兩個 聽不懂這個是什麼 所以他們就答應了 對 好 所以 就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所以 其實 剛剛那個畫面 就是 到現在為止 就是 八折還是保留 這個非常好的傳統 對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宣傳 但在八折一年之後 就是 我就想說 也許可以做一些 更多的事情 那 那時候其實有機會 就是進傳媒找我 那我就不想問 大家知不知道進的 不知道也沒關係 對 好 然後他們就找我說 想要成立一個 技術的團隊 然後問我 又不約過去 那 就是 有一些 複雜的情況底下 所以我就選擇過去了 好 那 過去之後 我就在想說 所以新聞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可能性 那 資料在新聞上面 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做 做我們第一個專題 我們就做一個 空物的專題 那 如果大家有聽 早上的 類似的 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接他們的資料 對 然後 我們透過網頁的定位方式 如果讀者允許我們定位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拿到讀者的定位 然後用Google Stream Map 再配合類似的資料 拿到最新當時候 距離最近的側站的空氣污染指數 然後告訴你說 你現在所在位置的空氣狀況如何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算是比較創新的一個新聞的做法 那在當時會引起滿大的 業內的討論 對 我強調業內 就是後來很多人不知道這個專題 對 好 那 這是第一個專題 但是第二個專題 我們後來就來了兩個記者 然後 這兩個記者其實比較多是在跑社會議題 所以那時候就是 那一年發生了一些事情 包含就是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就是所謂的 史上顏值最高的罷工事件 就是華航空姐罷工 然後 底下觀眾不要那麼捧場 好 好 然後 那一年還有過年 就是台鐵司機的集體休假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然後隔了沒多久 就是蝶煉花的大客車翻車 所以那時候記者就說 那我們來做一個題目 就是 運輸業到底有多麼的血汗 對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了這個題目 然後就除了剛剛三個行業之外 就是其實那時候也有一個 大家可能比較不會有注意到 就是 物流業者的主工會的事情 對 那其實我們還有另外一個行業 那時候有在做是 北捷司機 就大家都 都有搭過北捷吧 台北捷運 就是台北捷運 就是大家稱讚有加 但是各位的方便都是建立在 他們沒有辦法上廁所吃便當的狀況底下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做了這個專題 然後就 做到結尾的時候 就也是在開會 然後就工程師就說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做完命運輸啊 工程師也很完命啊 也很血汗啊 為什麼不做完命工程師 對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思考這個問題 後來我們的解決方法就是 我們去找了全台灣各縣市的勞工局 勞檢的資料 就勞動檢查的資料 然後去分析說 有哪些公司被勞動檢查 然後公司過場開罰的 然後做統計完之後就發現 這四個行業確實是 這四家公司確實就是 在這個排行榜名列前十名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四個行業放上去 然後把台北捷運拿下來 但就是不幸的事情是 就是在上線之後沒多久 就是有一個北捷司機在工作時候過勞 疑似過勞然後死亡 後來我們就把台北捷運的那一篇 作為完命運輸的番外篇上了 那從這個專題 這個其實是一個失敗的例子 就是我們其實一開始 並沒有去討論資料跟新聞的關係 然後 但最後我們就是透過資料 幫助我們把這個專題順利的上線 後來資料跟我們 team 就結了不解資源 都比我中文太差 所以 其實我們後來發現蘋果 一直有在 每年都有在做這個 就是勞動檢查的資料 但是他們沒有開放 所以我們在做完這一篇之後 我們就把收集來的各式各樣的資料 都全部就是open data出去 那到了這邊其實我就會考慮說 就是這個字這麼複雜 大家不用認真讀 好不好 就是我沒有要讓大家讀的意思 就是我們在討論傳統編輯室的時候 我們都會討論說 就是尤其是在台灣的編輯室 其實大部分就是記者報題目 然後總編輯或者副總編輯同意 然後我們就做這個題目 但是對於讀者來講 他們就是拿到最終的那個結果 但是在現在這個社會 就是媒體跟讀者的信任度 越來越低的狀況底下 那我們有什麼辦法 可以來增加兩個之間的互相的信任 就是讀者也可以信任媒體寫的東西 或者是媒體可以讓更多的東西 就是更開放給讀者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考慮說 有沒有可能把開放編輯室 作為一個考慮呢 對 好 但是就是我們為什麼會討論到 就是所謂的開放編輯室這件事情 就是開放到底是什麼 就是開放的好處到底是什麼 對我們來講就是用一個GNV的一個 共同創辦人EPA 他說了一句話 就是開放的好處就是避免不開放的壞出 對 就是 對 就是 反正 如果為了希望 因為沒有開放所以產生了壞出 那我們就乾脆都開放好了 好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把我們Tim的東西 就是另外成立了一個網站叫做Reader 對 那這個Reader就是我們會把 我們就把所有資料新聞的相關的部分 然後 就是跟Open Data跟CVTag的東西 然後跟一些新的媒體使用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的部分 就放到這裡面來 那為什麼叫Reader呢 就是每個人都會唸錯都不知道怎麼唸 所以我們要解釋一下為什麼叫Reader 所以Reader其實就是reporter 然後engineer audience跟designer 就是我們秉除掉以前新聞都是由記者 獨立完成或者是獨立控制 對不起 我收尾控制這個字 獨立寫稿 隨便啦 的狀況底下呢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元素 或者更多的角色 或更多的人一起加入在這個 產製的過程中 所以我們就把記者 工程師 讀者跟設計師 同時納進來 就是新聞的產製流程裡面 好 所以在開放原始碼之後呢 就是我們其實已經在進的時候 就已經把所有城市的原始碼都開放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希望說 我們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 就是 所謂線上新聞的實驗 好 那這個大家知道是什麼 對不起 我有寫答案 就是這個其實是政治獻金 對 那其實在今年中以前 如果大家 大家知道政治獻金吧 現在又在選舉了 就是 就是你很窮 然後你想要選舉 然後你就不可能選少 不是啊 你就可以跟大家目前說 我需要政治獻金這樣子 然後你選舉完 就要你把你拿到多少錢 然後花出去多少錢 就是逐一申報給監察院 那這個聽起來非常正常 可是如果你是其他人 就是你是一般人 你不是候選人 如果你要調閱這些候選人的資料 就是政治獻金的資料 就是在今年中以前 你必須本人帶著身份證件 然後親自走到監察院 然後跟他說 我要查比如說 蔡英文的政治獻金 然後他就會在那邊 讓你用電腦查 然後查完你就說 那我想要把他帶走 把這個資料帶走 他就說你要付錢 就是付銀印費 然後他會印出來給你 就是像這樣子的東西 對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那時候就把它 真的從監察院印出來 然後把它數位化之後 就把它公佈在網路上 然後而且這個是在我們報導 還沒有出來 我們就先公佈 就是因為這個資料其實非常難得 就是我們總共花了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包含把東西從監察院印出來 然後交給公讀生去打字 然後最後在檢查之後的數位化結果 那時候其實也獲得不少的迴響 那時候我們第一次是做 2016年立法委員的政治獻金 然後後來我們又做了第二次的政治獻金 所以我們就是用了跟GinV合作的方式 我們把剛剛的這個資料切成每一個方塊一格 然後讓公民讓群眾讓鄉民去key in 然後就會產生一個完整的結果 所以就是這個就是那時候的key in的介面 所以你會看到最左下角的那個格子 然後就是請你把它你看到東西key到上面去 最後我們就完成了2012年跟2008年的政治獻金 然後就做了這個非常複雜的政商關係圖 對 大家要不猜一下就是歷年以來最喜歡捐錢的企業 正確答案 就是礦業法為什麼過不了 對不起這個有錄影 不要亂講話 好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把一開始的open source 然後接下來open data 那進一步我們就把CVTag 就是公民科技的部分也納入進來 就是我們希望讓群眾也可以參與 就是整個新聞流程的產自 所以在這個計畫之後呢 在剛剛的就是政治獻金的計畫之後呢 就是發現就是如果你可以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讓讀者去參與的話 他們就會很喜歡參與 因為很有參與感 然後我們也會就是適時的販售一些水果有沒有 農業啊 要跟農業串上關係 所以我們也會賣芒果乾 好不好 對 好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另外一個計畫 就是2020總統候選人的四十查核 然後 然後 我們那時候是希望就是可以把 就是大家覺得說 這是 假訊息到處亂飛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知道說 這些人到底有沒有認真在選舉 然後我們就想要把他們公開談話的內容 去做事實查核 所以那時候就推出了這個計畫 然後我要非常嚴正的指出 就是這個計畫是非常公正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個計畫有任何的針對性的話 那一定是你心裡有問題 好 所以這個計畫呢 就是它是這樣子做的 它有四個步驟 你看 比剛剛的五個步驟少一個步驟 所以我們還是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會讓鄉民去打組織 我們會跟公司合作 就是我們會拿到所有候選人的公開談話 大家知道拍帶嗎 拍帶就是沒有剪輯過 就不是你們電視上看到的那個畫面 就是它實際上去拍的帶子 所以就是沒有剪接過 所以它講什麼的完整內容 就會在那個拍帶上面 所以我們就會把拍帶上傳到YouTube 然後剪成每20秒鐘一段 20秒鐘是經過實驗證明的 就是30秒太長大家不想打 10秒鐘又太短 所以我們就剪成20秒一段 然後讓鄉民可以在空閒時間裡 就上去打打字 就聽20秒 然後你就可以把他們的講的話打成主字稿 這是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就是比較簡單它的驗證 就是因為你只要打一次可能會打錯 所以我們就需要做另外兩次的驗證 這個東西驗證完之後 我們就會把每一場的主字稿做合併 所以比如說10分鐘你就會拆成20秒 所以總共是300個片段 然後就會把這300個片段合併 成這10分鐘的內容 然後就會有志工去做標示的動作 就是標示什麼呢 標示這10分鐘裡面有哪些 比如說有5個地方可能是需要做查核的 對那這些標示志工 通常就是我們有特別找過 就是比較有新聞背景的 比如說它可能本身是 是一個記者 但他們單位不想要參加這個計畫 所以他們就偷偷用私人的時間 幫我們做這個事情 但這個不能講出去 對然後標示完之後呢 就會有合作的媒體來幫忙 就是一起在做查核動作 那合作媒體有這些 所以就是這個東西為什麼非常重要呢 就是大家知道新聞其實對民主的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就是新聞環境越差 就是大家民主越失去的機會就越大 所以而且選舉當然是在這個民主的循環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這個計畫非常大 如果在台灣單一媒體要做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透過不僅是媒體合作 而且是媒體跟公民的合作 可以一起把這個東西來做 然後就會很多人問說 那媒體為什麼要跟你們合作呢 就是大家當然是有利可圖 不是啦 就是 就剛剛提到嘛 就是任何一家媒體 他們可能想做 但他們其實沒有一家媒體 有人力可以做這件事情 可是這個東西出來的結果 除了主制稿是CC0 釋出之外 那查核的結果是CC,NC,然後SA 所以就是 只要不是商業使用的話 你就可以用 那因為會有合作媒體 所以合作媒體是可以共享這一份查核結果 然後他們就可以拿去做他們要的報導 所以這個查核結果本身並不是報導 而是一個非常好的然後非常龐大的資料庫 可以讓他們去做更好的報導的內容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重要的 然後也可以讓媒體知道說 透過公民的合作 透過開放資料 我們其實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好 然後 在開放資料之後 其實我們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這是我們最新的一個專題 就是上禮拜才上的 現在還最新啦 明天還有一個新的專題 所以 好 那這個是做外送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就是Uber Eats 跟Food Panda 對 然後記者實地下去 跑了一個月的外送 然後做了這個專題 但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 我們這次把採訪的主制稿也都放上網 那這件事情其實有點重要 就是 然後我一直很想做 但很難的問題在於 有時候會 比如說會有受訪者隱私 那這一篇因為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 有點示範性的把這個東西釋出 就是大家有時候會看到網路上 有人在說 我接受某T台訪問 然後問了我10分鐘 然後只放了10秒鐘 而且跟我原意不合 對 就是其實很容易被 就是 斷章取義 然後 其實這個 這個跟資料非常像 就是你資料 我就算開放資料 然後我寫的東西 跟你看到 用同一份資料看到的東西 不一定一樣 那這個 這也是我們做open data 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你看到 看完我們的專題 看完我們的報導之後 你也許對於這個角度有 不同的看法 那你可以用同一份資料 然後去找出你自己的insight 或者是去用你自己的看法 去解釋這份資料 然後文章也是 就是我們擷取這一段 你可能覺得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那他原文是什麼 對 就是我們也是非常的科學家 好嗎 所以我們開放逐字告 這個梗沒有 好 然後 就是開放之後 就是 就是 所以我們open data 然後我們也有公民科技 我們有CVTag 然後 對 然後 就是透過這樣來做新聞 然後呢 就是 就是 現在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我們希望可以做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改變台灣的新聞生態 對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 現在有付費看新聞的人 可以舉下什麼 約佔百分之一 好 沒有啦 有高一點 對不起 我數學不太好 好 但其實 以我來說就是 付費看新聞這件事情 其實是重要的 為什麼呢 就是 姑且不論 比如說我們的任何一個專題 好了 就是 他可能需要花一個月的時間做 那這個 這一個月的時間 他的成本是多少 就是大家可以算出來 但是現在的新聞媒體的經營模式 就是 幾乎是完全靠流量 那 其實靠流量會產生比較多的問題 在於 大家非常 大家非常喜歡罵的 比如說農場標啊 或者是 過度娛樂化 或者是 過度 偏向某一邊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為了賺取流量 對 那 所以 所以 他會產生一個惡性循環 那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他有些媒體 他可能不需要 很高的流量 但是他會持續做 然後 你會發現 他們好像也不缺錢嘛 但 這件事情就是 反正這些東西都是一定要付錢 所以你不付錢的話 就會有人幫你付錢嘛 這個是非常容易可以理解的 所以 如果 有人幫你付錢的話 那 好 那你就算不付錢 你也要知道後面付錢的人是誰吧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是 相對也是重要的 那 所以我們接下來在Reader當然會 會做一連串的實驗 可是在新聞座 你想要改造新聞的整個生態 的一個非常有趣 然後 而且非常困難的點在於 就是我們以前在新聞學講的 就是所謂新聞有公共性 那你要怎麼去讓 讀者可以讀到這些新聞 然後你又可以收到錢 就是 舉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就是payroll 其實現在大概是 最容易被 implement 就是被實坐在新聞收費上面的 方式嘛 但是 但是付費牆這件事情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 我們舉一個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例子 大家知道端傳媒吧 他是一個香港 然後 立志做一個兩岸三地的媒體 好 然後他們大概是兩年前 就是因為財務問題 所以他們就是開始跟讀者收錢 然後 做付費牆 然後 流量大概少了三分之一 但是 這是流量 就流量來講 但就金流來講 他們目前是成功的 就是 台灣 台灣香港 大概是目前 以付費牆來講 做得比較好的一個媒體 那他們也會說 就是有些跟公共事務相關的新聞 他們會開放 就是在付費牆外 但第一個問題是 所謂的公共到底是 你的公共還是大家的公共 就是到底誰訂立這個公共 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通常在講 就是 我們去做社會報導 或 挖掘 一般人比較不知道的現象 或者是 族群 弱勢族群 但是 其實就是 被你報導的人 就是最 沒有機會看到你的報導 如果你在付費牆內的話 所以 這件事情其實非常 非常 有趣 然後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就是 如果要做接下來的實驗 那 後來我就會把這個東西 跟 Open Source 去做一個 就是 用Open Source的方式 在思考 這個東西 就是 你跟Open Source一樣 你有沒有辦法 讓所有人都可以 自由去取用 但是 在某些形式上 你又可以 從Open Source的軟體 收到錢 所以這個是我們接下來 在 在 Reader想要做的一個實驗 對 好 所以在 非常 準確的時間掌控下 大概 講 所以我們還有兩分鐘 如果各位想要 問問題的話 請問一下 那個事實查核的專案裡面 你說有四個步驟嗎 對 因為很多都是公民科學 或者很多是很多人的參與 在這些步驟裡面 哪一個步驟是 就是 最難搞的 或者是找不到人的 或者是 目前當然 就是以 參與率來講 完成率來講 當然就是 查核其實是最難的 因為查核 查核就是 它的 數量當然是最小 但是它的難度 是最高的 對 比如說 就有候選人說 幾十年前 然後我們還在 彩色電視機 還是黑白電視機 那這件事情 到底要怎麼查 就有點困難 對 所以 查核這件事情 耗費的成本 是最高的 對 然後目前完成率 大概 這應該是前兩天的 screenshot 所以大概只有六成左右 對 所以 但 這個比較沒有辦法 靠公民的協助 這個就是需要 合作媒體的幫忙 這樣 嗯 好 我們再次以熱烈掌聲 感謝簡信長先生的精彩分享 找人 為何